柯比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,虽然开场前五球全部打铁,但是后来柯比迎来了自己的爆发。 强突,跳投,这一幕仿佛让球迷看到了那个一气风八的少年,最终柯比看下了六十分,率领仆人逆转取胜,柯比以这样的方式告别,也的确是难以超越了,除了柯比,其他很多球星的告别战业仿佛就在昨天发生了一样。 在2003年的4月17日,已经40岁的乔丹看上去状态还是很好的,代表奇才队客场挑战76人,虽然76人胜局在握,但是乔丹还是穿上了这件,影响世界篮台的23号球衣出战了28分钟。 全场比赛,乔丹拿到了15分4篮板4助攻,76人对待埃里克斯洛,还故意犯规,让乔丹走上罚球线。 乔丹两发全部命中,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分。 2004年澳本山公斗欧事件,让步行者队的形象大受影响,再加上国三队实力强大。 在05年东部半决赛上,步行者在2比1领先的情况下,被火塞联班散局,无奈出局,而这轮系列赛的最后一场,也成为了米勒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。 这场比赛上,年近40岁的雷吉米勒16投11中,砍下了27分,没有拿过总冠军,应该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了。 艾弗森的确是个悲情的英雄,连谢幕战来的都那么的无法预料。 在2010年2月21日,76人客场赌场公牛。 35岁的艾弗森面对年轻气盛大,罗斯的确是力不从心,他13投5中仅仅拿到了13分。 后来由于女儿患病,艾弗森与球队解约,所以那场常规赛就是他的谢幕战。 到了2011年,奥尼尔也老了,更谈不上统治力了。 在那年东部半决赛第四场上,奥尼尔替补处战四分钟,在接连被詹姆斯和维德连扫两个办规后被换下了场,然后就再也没有上场。 这就是奥尼尔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,除了反规,其他的数据全部都是零。 当年统治篮下的大鲨鱼,以这样的数据结束谢幕战也是心酸。 姚宁是中国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,他的职业生涯相比与其他球星并不算长。 再加上频繁的伤病,在2011年11月12月的比赛上,本来大家都以为奥尼可以继续继续打下去。 但是在出场6分多钟,由于与麦迪的一个冲撞,姚宁倒地不起,并且直接赛季包销。 这6分多钟姚宁只拿到了一个篮板。 在10-11赛季结束后,姚宁宣布退役,这时候他已经回到了上海,同样是伤病困扰。 卖迪的职业生涯末期颠沛流离。 在13年的季后赛开战前,马次对于卖迪签下了短期合同,八成是希望他可以投几个关键球。 在季后赛上,卖迪一共代表马次替补出战过6场,但是都没有得分。 在13年总决赛第3场,卖迪替补出战,也没有得分,仅购线,二来板三助攻。 在后面的比赛也就没有再出战了,为阿伦的那季三万球几岁,了麦迪得冠军吗? 麦迪坐在替补席上,却什么都做不了。 赛季结束后,麦迪便宣布退役,前十几年都没有总冠军,的那时在职业生涯末期到了虎人队。 但是由于40岁的身体和背部的伤病,他没能帮助虎人独冠。 在14年4月9日的比赛上,纳什替补出战,只拿下了3分,不过送出了5个助攻,到了14-15赛季。 由于伤病,纳什赛季报销,那场比赛也就成了纳什的羡慕之战。 加内特职业生涯的最后两年,可以回到森林郎还算是比较幸运的。 在2016年1月24日,加内特在开局阶段变头进了一球,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球。 那场比赛加内特出3-9分钟,二投一中仅得到2分0篮板0助攻,一代狼王从此隐退。 当年皮尔斯被效率了十多年的凯尔特人交易组的确是非常可惜。 但是作为老将,皮尔斯并没有屈服。 在2017年5月1日季后赛首轮,快船队到比分3-4被决士队淘汰,而第七也就成了皮尔斯事业生涯的最后一战,赐予他出套22分钟,拿到了6分3篮板。 在比赛的第三节,已经40岁的皮尔斯突破并用左手打成了2加1。 Squat, 波上噶脇催似的于新 Cort捷 wings用。 就帮你我在柠檬。 最后一位有 anchor形式攻击、银标核心组。 加外線总比赛的最高是 From 1,5分钟。 超将大家自立体入球从第一节撮影像是分装的处的人砥机。 拉开于柠檬发处盲二达、炒入 kepada异涌厂, 通常就 Waiting? 回头是在柠檬曼的规短力的营� respectively。